嗨,大家好 今天要跟你们分享的是我们普通人要怎样实现财务自由 做到提早退休 很多人一听到财务自由 就会觉得这个是有钱人才可以做的事 感觉跟自己完全没有关系 连想都不敢想 更加不敢去规划去实现 今天这部影片我就来帮你们打破这个款款 给你们知道其实90后小资助的你也可以实现财务自由 今天我要分享的财务自由攻略更加适合90后的我们 我会先跟你讲解财务自由的等级 从难度最高的财务自由到难度最低的财务自由意义跟你分析 然后我也会跟你分享我自己的提早退休攻略 给你对财务自由有更深的了解 然后开始规划你自己的提早退休计划 所以我希望你可以把影片看到最后 在开始之前 我先跟你介绍这个频道是跟你分享小资助路和通过投资理财规划 实现财务自由提早退休的 记得订阅还有按旁边的小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你想要的知识 一讲到财务自由 就会想到FIRE运动 如果你没有听过FIRE运动 我这里简单的跟你解释一下 FIRE是Financial Independent Retire Early的缩写 就是财务自由提早退休 核心理念是减少开支 努力赚钱 最大话的把钱存下来 然后再用这笔钱来投资 来赚被动收入 当你赚到的被动收入 可以cover你全部的生活开销 这样你就可以选择不用做工 然后提早退休 要做到实现财务自由提早退休 你就一定要知道什么是4%法则 4%法则也是普通版本的财务自由的核心 4%法则是用来算如果你想达到财务自由 你需要有多少的退休金才可以退休 算法很简单 只要你把你每个月的生活开销 乘以12个月 再乘以25 就是你需要累积的退休金数目 假设你每个月的生活开支是5000块 乘以12个月 一年就是6万块 再除以4% 或者乘以25 就是150万 那么150万就是你要达到财务自由 需要累积到的本金 为什么是150万 因为只要你累积到150万的存款 然后你把这150万投资债 可以给你每年最少4%被动收入的低风险投资产品 比如债券 信托基金 定期出款等等 你每年拿到的被动收入就够支付你的生活开销 举个例子 假设你把150万投资在每年给你4%利息的债券型基金 你每年就会有6万块的派息收入 这6万块的派息收入就足够付你的生活开销 所以你不用做工也可以生活 而且不会吃到你的本金 你可以长长久久拿着你的被动收入过日子 这个就是最初版本的财务自由 会是最初版本是因为之后有做改良 因为如果单靠4%法则来算退休金 那么大部分的人都很难存到这笔钱 而且也因为我们的薪水会涨 我们的生活品质也会跟着增加 所以生活开销也会增加 那么我们需要的退休金就会一直不停的提高 感觉很像怎样存的存不到这笔钱 就算你可以为了实现提早退休然后不提高你的生活品质 4%法则也没有把通货膨胀这个因素算进去 通货膨胀简单来讲就是钱贬值 同样的钱在今天可以买到的东西肯定是比10年前少很多 如果你今天每个月的生活开销是5000块 10年后就肯定不止5000块 如果只是用4%法则 你的退休生活只会越过越穷 所以才会有改良版的FIRE 改良版的FIRE把财务自由分成4个等级 优质退休 极简式退休 滑行退休 还有咖啡式退休 我们先讲难度最高的优质退休Fatfire Fatfire是指退休过后仍然享受舒适还有优质的退休生活 可以时常出国旅行 吃想吃的东西 有帆有车 不用为钱烦恼的退休生活 Fatfire就是所有人心目中最理想的退休生活 可是也是最难达到的财务自由 因为实现Fatfire我们要有很多很多的钱 想要做到底早退休更加不容易 通常要达到Fatfire的都是高薪足或者成功的企业家投资家 所以我们今天就跳过Fatfire 我们接下来讲比较简单的极简式退休 Link FIRE 比起Fatfire Link FIRE选择极简式的退休生活 他们生次兼用 花最少的钱 存最多的钱 然后用最短的时间实现财务自由 就算他们实现财务自由退休过后 他们也是继续过极简式的生活 也因为他们选择极简式的生活 所以每个月需要花的开销也很少 需要累积到的退休金也比Fatfire少很多 所以需要实现财务自由的难度 比Fatfire简单很多 如果想要做到Link FIRE 你需要有非常低的欲望 而且要有非常强的知识应力 也要对自己的选择很有坚定性 不然是很容易放弃的 我就有认识一个前辈 他在年轻的时候就是做着压力很大 每天做工作得很晚的高薪足 他努力奋斗了15年 在乡村里面买了一片地 存过一笔钱过后 就退休回到乡村过极简式的生活 现在的他看起来比 以前在城市拿着高薪水的他 明显快乐很多 可是Link FIRE不是适合所有的人 因为如果要我们长期维持低物欲的生活 是很难的事 至少我做不到 毕竟我们退休就是为了要享受人生 退休了如果还要省时间又过日子 那么退休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如果你也跟我一样不想过极简的退休生活 那么我更加推荐接下来的两种FIRE 滑行退休跟咖啡师退休 如果你看到这里 觉得这个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 希望你可以帮这个影片点个赞 还有记得subscribe我的频道 滑行退休 Cost FIRE 跟其他FIRE最不同的是 他们没有追求要提早退休 反而一点都不在意一直做工到老 他们只是想在短时间内存到一笔足够退休的退休金 然后靠长期投资 慢慢用福利把钱滚大 滚到退休的时候才把这笔钱拿出来养老 举个例子 假设你现在25岁 就可以规划在10年内存到一笔足够的钱 然后在35岁的时候把这笔钱用来投资 福利慢慢滚大25年到你60岁 等到你60岁不想工作的时候 就把这笔钱拿出来养老 Cost FIRE的人就是想在短时间努力存钱赚钱存了一笔退休的本金 就不用为退休金烦恼 他们可以选择赚多少花多少 或者换比较轻松的工作 如果你也是Cost FIRE的追随者 那么你可以这样做你的退休规划 第一 你先算出来你需要多少的钱来退休 你可以用4%法则来计算 这样的话你就可以一直靠被动收入来过你的退休生活 还可以留一笔资产给你的下一代 第二步 用Financial Calculator来把你计算 你需要存到多少钱的本金 这里我来教你们要假用这个Financial Calculator 来算出来你需要准备的退休金的本金 假设你今年25岁 想要用10年的时间来累积到你退休的本金 然后在60岁的时候 你要有150万的退休金 所以你可以在这里填写有150万 然后10年后你有25年的时间给你付利 所以这里你可以填写25年 然后Compounding这里你要选择Annually 如果你每年可以赚8%的投资年回酬 那么你这里可以填写8% 然后你就按PV PV这里出现的数字就是你需要累积到的退休金的本金 举个例子 假设你在35岁的时候存到22万 然后这笔钱你拿来投资赚每年8%的回酬 25年后的60岁你就有150万的退休金 所以存到这笔钱过后你就不用再为退休金烦恼了 过后的日子你可以赚多少花多少 也可以选择换到比较轻松的工作 反正就是你已经不用再为你的退休金烦恼了 滑行退休Costfire是那些不想大半辈子为退休金烦恼 可是愿意一直做工到老的一群人 甚至有一些高压力的高薪族也适合Costfire 因为只要存够本金 他们就可以换到比较轻松的工作享受人生 而且Costfire更加适合年轻人 因为年轻人有更长的时间给他们复利 要存的本金也比较少 就很像刚才的例子 假设你现在25岁 你用10年来存你的本金 到60岁退休 你有25年的时间给你复利 150万的退休金 你只需要存到22万就可以了 假设你现在35岁 你用10年的时间来帮你存你的本金 到60岁你只有15年的时间可以复利 那么你需要存到47万 才可以在60岁的时候有150万的退休金 我会把这个Financial Calculator的连接放在描述栏 你可以去算如果你想要实现Costfire 你需要准备多少的退休金 如果你不是很排斥工作 只是不喜欢造酒玩偶的做工 或者更喜欢自由自在的工作 那么还有咖啡时退休可以让你选择 咖啡时退休 只要你存到你需要的退休金的一部分的时候 可能60% 70% 就可以选择从你现在的职业退休 转去兼职自己喜欢的工作 继续存剩下的退休金 还有支付自己的什么费 咖啡时退休是那些不讨厌工作 只是不想每天长时间的工作 甚至是想做自己喜欢的事的人 举个例子 假设你需要的退休金是150万 你可能只需要存到60% 70%或者80% 这个由你来决定 然后你就可以从你现在的工作退休 去找你喜欢的兼职 然后继续存剩下的退休金 你甚至可以选择你喜欢的兼职或者创业 这样的话就能够存你的退休金的时候 你也可以享受你的人生 你的兼职 咖啡时退休更加符合现在的社会趋势 因为自媒体 网店的崛起 我们很容易就可以靠经营自媒体 或者经营网店来继续我们的退休计划 如果你觉得咖啡时退休更加适合你 那么你也可以跟我一样这样来规划 因为我本身也是比较倾向咖啡时退休 所以我更加倾向处于一个半退休的状态 做我喜欢的事 或者用我的兴趣来赚钱 也可以挑战一些我原本不敢做的事 比如全职做自媒体创业 我把我的提早退休计划分成三个步骤 第一步 我会先把我需要累积到的退休金算出来 然后我会确保我以我目前的投资理财方式 如果存到退休年龄的60岁的时候 我能不能累积到足够的退休金给我退休 这个是为了确保我就算我不能做到提早退休 我也能够在60岁的时候安心退休 第二步 我会努力做工赚钱存钱把退休金慢慢累积起来 然后同时我也会开始建立我自己喜欢的事业 也就是现在正在经营的自媒体创业 目的就是为了如果这个副业可以给我带来的收入 高过我的正值的时候 我就可以选择从我现在会计时的职业退休 去做时间比较自由的自媒体 继续赚钱继续累积我的退休金 甚至可以提高我的生活品质 第三步 当我的财务状况实现咖啡时退休的时候 我就会挑战难度更高的Fatfire 所以如果你也想要做到提早退休 你也可以跟我一样这样去规划你的提早退休计划 把你想达到财务自由的目标 财成几个小目标 然后你可以用破关的方式先实现第一个小目标 然后在第二个小目标以此类推 一步一步去达到你最终想要的退休生活 看到这里 你有没有对财务自由有了一个更清楚的概念 有没有觉得财务自由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 最重要的是你要先开始行动 从规划开始 把你的提早退休的蓝图画出来 这样的话你就会有更明确的目标 好了如果你觉得这个影片有帮到你 希望你可以为这个影片点个赞 然后你也可以留言告诉我你理想中的财务自由是哪一个等级 我们下期影片再见 拜拜